有朋友就问你,现在趁低换马修息股有什么推介呢? 修息股的占仓,你觉得现在应该是占多少呢? 占多少就视乎你有多进取或者有多保守 但是要有,如果有留意昨天的电讯股是做得不错的 市区刚刚不认得,你看到那些941或者8号仔 或者6823,728,其实我看着那些全部都涨的 就是看到那些钱是涨到那些收息股 可能因为地球很危险嘛,买一些收息股旁一下 我觉得你说现在低级有什么好买的 我觉得如果现在来计算,似乎941应该是最舒服的 941现在是49多 那你有8厘多颜色,我觉得都OK啦,先坐下吧 其他的,你说8号仔又抽上去,623又破了顶 如果你说从收息角度出发,没有理由高追收息股 那你说现在相对偏低的水费 我想是941也会比较好 是,好啊,那你刚才就回答了一个比重 就是说你说必然要有,如果真的说要逼你说一个比较solid的数 当一个投资者35岁 又不是说要全部资金都放在收息的,那么稳定的 好,你的比重你觉得在现在的市况之下,应该占多少 三分一还是二分一 这个突然间你说了一个年纪出来 我又觉得又真的要看你什么年纪 就是我经常都说,如果你年轻的话,你当然要拼命 就是拼拼它 如果你说我快要退休了,那当然收息股一定是佔过半 甚至更多 那如果你说很年轻的话,就拼了一点 一省,两省,就拼了一点 当是一个途一途的仓 始终,你又回到现实来说 其实市场是不容易炒的 即是,即是你说 绝对同意 是的,那如果你收息股的作用 除了你说可以叫做稳定增长之后 其实也是叫做有少少防守在 这些市场是很难进攻的 所以你说,我又不想放了一些钱在这里 但是又想有些资产增值 我想收息股也是其中一个部分你需要 是的